送他到精神病院的人 就是姬教授 而那个孩子 就是叶家辉 我刚才在取药的时候 在取药的登记表上 看到了姬教授的名字 他这么多年 一直在观察傅唐的病情 所以我们之前推断的没有错 傅唐 就是姬教授 一直在暗中保护和研究的 那个病人 F 还有那封信 应该也是写给傅唐的 我不能让你自己卑劣无耻的内心 从哪儿来的 我就在想啊 这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 这么多年的執处 再加上那封信的内容 看来姬教授是真的爱上了傅唐 你记不记得傅唐跟我们说 他有过一个儿子 记得 刚才你不在的时候 我跟他闲聊 他说他跟他儿子分开以后 就被孩子的养父 送到了精神病医院 精神病医院 没错 送他到精神病医院的人 就是姬教授 而那个孩子 就是叶佳辉 你确定 我确定 叶佳辉的经理 跟傅唐说的 他儿子的经理实在是太像了 如果傅唐有一个儿子的话 那佳辉跟那个孩子的重合度 实在是太高了 对我离开他的时候 他只有七岁 在我七岁那年 我妈丢下我字幕了 但为什么说 是姬教授 把傅唐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因为现在所有证据的指向 都指向了姬教授 傅唐的经理告诉我 在孩子七八岁那一年 孩子的养父 当着孩子的面 把他送到了精神病医院 这对一个小孩来说 恐怕是一辈子的阴影 所以叶佳辉一直在报复姬教授 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的事情了 他恨姬教授 将他们母子分开 这就说明了 为什么依灾会一直在寻找 那份F档案 因为F档案里面的人 就是他的母亲 所以这是为什么 他会先从你入手 去报复姬教授 但不对啊 这一些呢 都是从感情的角度 去做的分析 没有实质的证据 你刚才有问过傅唐吗 我没有 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 按照他现在的精神状态 我不敢再问了 我怕刺激到他 我们现在去找季教授 怎么了 你不是要向他去求证吗 我有点开不了这个口 如果我的推断都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 我的老师爱上了自己的来访者 并且跟来访者在一起了 万一他是怕这事 会影响自己的仕途 才把傅唐送去精神病院 何顿 你不能这么先入为主的假设 我当然不相信我老师做这些 可是现在所有的证据 都摆在我的面前 我没有办法不相信 以你对姬教授的了解 你觉得他会为了记点虚名 就牺牲自己爱别吗 或许姬教授自己的苦衷呢 我知道你是因为相信他 所以害怕听到任何信任以外的答案 但是比起你不想听的答案 没有答案 或许会更健康 不是吧 走吧 你别进去了 我觉得有些话 还是我自己问比较好 你在门口等我吧 可以吗 去吧 没事 去吧 怎么样 他怎么说 我没问 为什么 要不然我帮你去问 别别别 我其实不是不敢问 是我刚才有一瞬间 我看到他的背影 我突然意识到他老了 依静 可是人不是这样的 人是会变老的 可就在刚刚我突然觉得 我要当面接他短 我根本做不到 没关系 何队 如果你要是不想问 咱们就把这个疑问 用人藏在心底 请问 赵寿 何队 你想知道的 都在这里面了 陈辉 你可以仔细地看 看不懂的 再来问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